大家好,我是牛哥点评 今天又来看小勇小凤的视频了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里面 今天的小勇又赚大了 大家也知道小勇这个人非常非常的抠啊 不管对女朋友还是对未来的老丈人 都是抠门的钥匙 所以在头条上面 所有的网友们和粉丝们都给小勇取了一个勇八块的绰号 名副其实小勇 今天这个小勇已经来到了冬冠第二天 他是跟随小凤一起来到冬冠的 小凤本来是不愿意带着小勇这个脱油瓶 但是我们这个小勇就像一个小跟屁虫一样 甩也甩不掉 所以没办法 小凤就只能带着小勇来了 今天这个早上 小勇这个就是装大方 穷装大方 为什么呢 这个小勇这个昨天呢还信誓旦旦说 只要呢小凤的老爸老妈还有他弟弟来了 他呢就带他们呢到五星级大饭店啊 去吃豪华的豪华套餐 但是呢这个今天呢小凤的弟弟来了之后呢 小勇呢却只请他们两个人吃了一个八块钱的米粉啊 又是永八块啊 所以呢在小勇身上永八块这个词语啊 用的太贴切了 不知道呢是谁啊发明了这么一个绰号啊 实字名归啊 小勇啊这个小勇呢除了今天抠门之外 请这个妹夫啊 这个就是小凤的弟弟啊 这个吃八块钱米线之外啊 那也就算了 但是呢小勇呢自己呢却要搞特殊啊 然后呢被眼尖的小凤呢给发现了 小凤说啊这个我们大家呢三碗米线 为什么你的米线里面呢漏特别的多啊 这个小勇呢无话以对啊 因为大家也知道三碗米线很容易就能看出来 小勇这边呢漏特别的多 原来呢小勇呢是又加了四块钱的漏啊 所以呢看上去呢 小勇的米粉上面是盖满了这种好像是漏块吧 红烧的漏块啊 还有呢今天呢这个小勇呢也比较的抠门啊 这个小勇啊小凤啊和他的弟弟啊 都没有点鸽子汤 但是呢小勇呢自己呢却顶了一个鸽子汤 然后呢还这个假装大方问小凤的弟弟说 这个弟弟你要不要来一个鸽子汤 但是呢小勇呢就是不够大方啊 但是大家也知道如果小勇真的是想请别人喝鸽子汤 干嘛不一下子点三分呢对不对 就点了一份小凤的弟弟呢也不好意思呢 就把这唯一的一份就是给自己吃啊 所以呢晚言拒绝了啊 可以看出呢小凤的弟弟啊 其实呢还是长得一个非常帅的小伙子啊 非常的腼腆 说话呢也是非常的少啊 非常的害羞啊 也不知道小凤的弟弟呢有没有结婚啊 我估计呢应该是没有结婚 因为这个小凤自己都还没有结婚 他弟弟呢比他小应该呢是有女朋友的人啊 但是呢还没有结婚啊 然后大家也知道这个吃完了这个米线啊 这个小勇和小凤他们单独相处的时候呢 小勇呢又开始呢出坏主意了啊 说你这个弟弟呢今天呢刚好在 他呢又有小汽车啊 让他呢就是带我们这个到东贯啊 溜达溜达逛一逛玩一玩 然后呢这个小凤呢马上呢就这个呃出言反驳了 说这个他弟弟的汽车的这个油钱 虽然出这个小勇呢不敢答应啊 小凤说你看看你这个连我弟弟的这个汽车的油钱都不肯出 你还让他呢这个带着你去四处闲逛啊 还有呢这个小凤呢又顺 顺着说起了早上吃米粉这件事 说呢这个我弟弟啊都说你抠啊 这个你呢这个早上呢 虽然呢大家呢都有吃米粉的这个习惯 但是呢啊你也可以带我们去高档的餐厅 吃高级的早餐啊对不对 这个你不是有钱吗 你不是说要请我们去五星级大饭店吃豪华套餐吗 结果呢就又来吃个八块钱的这个米线 这个小凤的弟弟说呢 这个他也觉得你啊就不够大方 啊这个小友呢今天呢这个被这个小凤啊 这个应该来说呢是揭穿了伎凉 他呢脸上呢也不由自主的红了啊 啊感觉呢他也应该是有点惭愧啊 这个老师呢说大话 但是呢说出来的牛啊总是没有一次能够实现的啊 吹牛吹过吹破天了啊 但是呢就是不行动啊 还有呢今天呢这个小凤呢和这个小友说了啊 这个你看我弟弟啊他呢这个去见我老爸了啊 虽然呢是自己的这个父亲啊 但是呢他买烟啊总是两条两条买的啊 但是呢像你呢 你呢这个作为未来的女婿啊 你竟然呢这个说给自己的老丈人买烟 只要买两包烟就可以了啊 你这是打发乞丐呢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小友啊真的是无话可对啊 这个无言以对啊 那样无言以对这么抠门啊 怪不得小凤的老爸呢是看见小友就头痛啊 因为小友呢在他的眼睛啊眼睛里面啊 是目无尊长啊 大家也知道老丈人是什么样的地位 对不对 这个啊他呢有这个很大的发言权啊 他说这个小凤啊嫁给谁啊 他呢有很大的发言权 老丈人不哄好啊老婆呢是讨不到的 对不对 这句话这个三岁的小孩都知道 但是呢我们这个小友呢 三十岁的人呢还不知道这点道理 不知道去如何的讨好老丈人 本来呢小凤呢已经给小友说了啊 老爸呢很好相处啊 也不是说特别势利的人 只要呢第一次去见他 带上呢这个两箱白酒六条好烟 还有呢这个买上鸡啊 买点水果啊包一个红包啊 红包呢多大多小啊 这个啊多少钱多可以啊 但是呢不要太寒酸就可以了 但是呢小凤小友呢是啊这个从这边进去 然后呢从这边出来啊当成啊旁风了 然后呢小友呢这个自顾自的去见这个小凤老爸的时候呢 就买了这个番薯和鸡蛋啊 这个还买了几个橘子啊 总体来说呢这个非常的丢人啊 这个太丢人了啊这个网友们和粉丝们啊都是气炸了 说小友这个人啊无药可救啊 这这辈子要是打光棍啊谁也不用可怜他啊 牛哥呢也觉得小友这个人啊不听人劝啊不听人劝打光棍啊那也是非常啊有可能的啊到时候40岁还找不到老婆也是有可能的啊这个说完了这个吃早饭这件事情 然后呢今天呢这个到了晚上呢小友呢又来敲小凤的竹杠 这个小凤呢今天呢也是非常的无奈啊 因为呢小凤呢这个啊昨天呢他呢到了冬冠是他弟弟开车来接他的 所以呢作为呢这个啊姐姐嘛这个肯定呢要犒劳一下弟弟 所以呢今天呢这个小凤啊这个就请弟弟呢吃了一个酸菜鱼 本来呢这个时候呢小凤呢是连忙的食眼色啊 想让呢小勇请客 但是呢小勇说呢这个这顿饭必须你姐姐请啊 也不知道小勇是怎么想的 明明说好要请人家这个吃五星级大的五星级套餐呢 结果呢连路边摊的啊这个200多块钱的酸菜鱼都不肯请客啊 让人呢真的是无语以对啊 这个小凤和小勇呢两个人呢为了谁付单啊 这个谁买单这个就是争执了好几句啊 这个小勇呢甚至呢想到了让这个小凤的弟弟来付钱 小凤呢见小勇呢这个油盐不尽啊 只好呢说啊这顿饭啊我请了 然后呢你呢这个啊该干嘛干嘛去啊 这个饭也不让你吃了 然后呢小勇呢说这个啊小勇大家也知道脸皮后啊 小凤呢虽然呢是假装生气不让小勇吃饭 但是小勇呢还是心安理得的坐在旁边 然后呢等饭上来的时候呢 给小小凤啊和他的弟弟呢各自省了这么小的一碗啊 这么小的一碗饭 然后呢他自己呢要吃这么大的一盆饭 啊真的小勇呢这个人呢就是 啊好像呢有点饿死鬼投胎的感觉啊 大家有没有啊他呢在这个小凤的姐姐凤姐家喝粥的时候啊 也是拿了一个超级大大碗啊超级大碗啊 喝光了这个电饭包里面80%的粥啊 这个凤姐呢说你再喝的话我们都要喝西北风了 小勇呢才没有这个把粥全部喝完啊 所以呢小勇这个人啊是名副其实大胃王啊 最就是他最爱吃但是呢也没有看他长胖啊 可能消化能力太强了 这个今天呢这个啊 小凤啊请的山菜鱼呢其实呢是很大的一盆啊 好大的一盆啊像脸盆那么大的一盆啊 除此之外呢这个小凤呢还点了两个菜啊 一个大盆的酸菜鱼加两个炒菜啊 其实呢对于三个人来说呢他们呢也不喝酒啊就喝了一点饮料 其实呢是这个绰绰有余了 而且呢这个酸菜鱼呢还有很多留下来 这个炒菜呢啊也有一半留了下来 但是呢小勇呢还不知足啊 说呢这个这个饭菜不够好还想再吃两个炒菜 然后呢小凤呢是气的呢这个火冒三丈啊 说啊你爱吃你就自己点然后自己付钱 这个小勇呢这才作罢 然后呢这个小勇呢问小凤的弟弟说这个弟弟你吃饱了没有 小凤的弟弟呢是一脸的嫌弃啊 他呢可能呢就是感觉呢和小勇坐在一起啊 小勇呢就是一个活宝 他呢非常看不惯小勇的所作所为 但是呢作为呢这个就是和小勇啊第一天才这个认识啊 所以呢小凤的弟弟呢也是不好说话啊 可能呢他心里呢在暗暗的想这个自己未来的这个啊 姐夫啊怎么是这样的人啊非常的小气非常的抠门啊 而且呢还非常的这个就是思维不着逼啊 就是有点呢这个像一个活宝啊 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他弟弟呢可能心里面有很丰富的内心活动啊 只是呢就是碍于情面啊 没有当面说出来而已 其实呢我倒觉得啊小勇呢在小凤的弟弟面前 还是呢要把自己呢装成一位大哥的啊 不要呢就是像这个三岁的小孩子一样 让自己呢显得呢非常的幼稚啊 这个小凤的弟弟呢肯定呢会非常的看不起小勇啊 小勇呢今天呢这个吃饭的表现啊 只能说这个不及格啊 今天确实不及格 虽然呢早上呢请小凤和小凤的弟弟呢吃了八块钱的米线 但是两个人才总共请了十六块钱而已 他自己呢又是鸽子汤又是十二块钱的米线 自己一个人呢这个吃的呢比小凤和他的弟弟钱还要花的多 这是非常不应该的一件事情对不对 大家应该见过很省很抠的人 但是呢那是年纪比我们大的长辈们啊 他们呢自己呢总是呢这个省吃俭用 但是呢对外他们呢总是非常的慷慨大方 自己宁可呢啃菜根也要呢请客的时候呢 这个大手大脚啊让好酒好菜招待别人 但是呢小勇呢却偏偏相反啊 反其道而行啊 所以呢小勇呢是做自媒体的广西的大网红里面啊 最抠门的一个人啊 真的让人是非常的好笑啊 又觉得很失望啊 好了今天的视频那就拍到这了 大家对于啊这个小勇啊 今天呢又这个就是食言了啊 又没有这个成呃实行诺言啊 没有呢这个请小凤和小凤的弟弟啊 去五星级大酒店吃豪华套餐 对于这件事啊 大家觉得小勇啊做的对不对啊 这个欢迎大家在本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 麻烦大家谈案底在五秒钟各位来一个强烈推荐 谢谢大家